日前有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机构发布报告 指称中国正在显现金融危机前的三个征兆 和之前西欧日本和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 所展现的征兆如出一辙 这一危机将会导致财富由穷人向富人转移 扩大贫富差距 一起来听一听经济学家的分析 上周末国际知名投行野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说 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特征正在显现 野村经济协家张志威和陈佳瑶表示 杠杆化快速升高 潜在增速下滑和房价上升 是中国经济正在显现的三个警灯 也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前 所展现的特征 报告中引用国际上著名的530规则分析指出 中国的所谓杠杆率 已经达到197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预示着金融风险已经降临 同时中国出口份额下降 显示潜在增长率放缓 而快速的房价上涨 则是最后的警告信号 报告声称 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房地产开发商 信托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等机构 是这次潜在金融危机的重点雷区 由于这些机构之间的依存度很高 而且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缓解 所以一旦房地产降温 连锁反应将导致危机随机爆发 中国经济学家毛雨士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北京当局目前不能消化掉危机因素 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 但这个巨大的泡沫是中共政府和金融企业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都在努力使它不破灭 中国金融危机的后果就是中共出卖国有资产 不过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则认为 当局不大可能出卖国有资产来应付金融危机 因为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它这些国有银行也好国有企业也好 基本上是中共权贵用来那个 卷取人民财产财富的一个最好的机器 我想中共不会轻易地放弃那些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控制权 谢田估计中共会继续用发行大量钞票的方法 来应对危机 报告还说 中共当局一方面遏制银行业风险 一方面容忍所谓的影子银行繁荣 以帮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解决资金困难 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调趋势 就会导致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爆发 而中国经济学家郎贤平 在近期举办的2013年中国龙岩区域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上 也做出类似的论断 他说 中国的金融危机开始爆发 而银行危机包括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影子银行危机 已经正式爆发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龚胜利则认为 中国的银行业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现在论断银行危机已经全面爆发 还有在推敲 中国银行业它没有放开 像日本啊 也不像美国 也不像欧洲 它没有放开 银行之类的用钱 还有它的投资 政府在管制起来的 它基本上实行的是 在政府管制下的这种运作 所以它和那些新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那些银行 自主权那么大呀 那么多啊 它存在很大的差异 不过 龚胜利也表示 中国经济照这个国有垄断的模式继续走下去 危险性无疑将会越来越明显 野村的报告最后还指出 影子银行产品只向富人开放 所以只有富人才有机会从政府提供的 以行担保中获益 当企业遭遇困境 政府为他们兜底时 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体人民 影子银行的繁荣和道德风险的加剧 最终将导致财富 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